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尽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号 在人大会议闭幕后记者会上说 今年是本届政府的最后一年 也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虽然还有一年的时间 但是李克强接班人谁数问题 已经引发了关切 外媒也指出相关的决定 可能会在很大的深度上 揭示了中共高层的权力平衡 日经新闻14号发布了一篇题为 随着中国下一场总理选拔升温 习近平有被束缚的风险的文章 内容提到2013年上任之后 李克强制定的被称为 李克强经济学的经济战略 主要努力将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 转向更加稳定 虽然李克强的一些目标取得了进展 像是放开汽车市场 但是随着习近平从2016年左右 开始在经济政策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且通过了与亲信副总理刘鹤的合作 李克强的影响力减弱了 由于预期中美之间将长期存在经济的摩擦 习近平试图要走出一条 跟前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同的道路 但是尚未确定明确的替代方案 2020年宣布的双循环战略 既重视内需又开拓国外市场 在没有具体实施的情况下 以失败告终 去年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倡议 但是在国外反响不佳 在党内也受到了质疑 李克强在全国人大开幕时的工作报告当中 也显少提及 在习近平推出的经济政策接连碰壁之后 李克强的接班人 也就是接管中国经济大战略的总理人选 也就显得格外的引人关注 文章提到三个潜在的人选 首先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他在2002年到2007年 中国领导人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 支持习近平担任高级官员 除了与习近平的长期关系之外 李强在上海跟江苏省两个主要经济体的掌舵经验 也提升了他的前进 选择他担任总理将会进一步地 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第二个人选则是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 在党的政治系统当中排名第四 已经被列为另外一位可能的候选人 以经济学知识著称的汪洋 据说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期间挖掘到的 并且加强了他的改革开放的议程 汪洋从2003年开始 在时任总理温家宝的领导下 担任中国最高请政机构国务院副书记 并且曾经担任广东省跟重庆市委书记 在2013年到2018年期间 他还是一位副总理 而这通常是未来总理从中抽取的人才库 尽管巨姓汪洋跟习近平 没有太多的私人联系 但是他还是作为一名有能力的管理者 忠诚的服务者习和心 选择他担任下一任的总理 可以看作是习近平被迫妥协 其他党内高层意见的标志 另外名单上还有现任副总理胡春华 他的技能备受推崇 作为共青团的棋手 作为习近平的对手权力基地 胡春华被认为与国家主席相聚甚远 如果胡春华获得任命的话 那表示习近平的权威可能有所减弱 关于下任总理 各界都做了各种的揣测 中央社的评论文章指出 如果依照习近平的行为模式 仍然接受惯例的束缚 则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士的七上八下潜规则 仍然将会继续的有效 依此则现任政治局常委 栗战书跟韩生必须要下台 而在这种安排之下 李克强的接班人 可能是曾经担任副总理职务的汪洋 也有可能是目前人士政治局委员的李强 陈敏尔跟胡春华等人 但是凡有规则必存在着例外 而这样的例外也曾经有过先例 在七上八下的年龄规则之外 另有七十封顶的说法 1997年中共十五大师 当时已经69岁的朱镕基 继续的连任政治局常委 并且在隔年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依照朱镕基的先例 则现年68岁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生 仍然有接替李克强的可能性 除了年龄之外 另一项惯例是出任国务院总理者 必然先经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而后再寻接往上爬 此前现后出任总理的李鹏 朱镕基 温家宝 李克强莫不如此 如果依此惯例的话 则目前的国务院副总理包括了韩正 森春兰 胡春华 刘鹤 其中森春兰跟刘鹤因为年龄太大因素 留任的机会并不大 剩下最有可能的李克强接班人 就是韩正跟胡春华 但是2021年中国全国人大修改了组织法 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幕期间的人事任免权 包含了副总理一级 于是中共如果有意安排年轻者来接班的话 大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先安排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以此则李强、陈敏尔再度进入了可能的名单之内 所以依照前述的惯例跟法律 李克强依法必须在明年卸除中国国务院总理职务 其接班可能人选包含了汪洋、韩正、胡春华、李强、陈敏尔等人 一切只看习近平如何的看待这些规则跟惯例 以及习近平认为谁最能跟他的共同富裕目标来搭配 总理人选传言满天飞 确切的答案还不确定 但是近来有一些报道或许可以透露出些许的迹象 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 跟中古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密切的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渴望更上一层楼 来接替刘鹤成为接管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 目前何立峰是台面上晋升负责经济、金融跟工业事务的 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选 而且何立峰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 需要的人士安排有利于未来习近平掌握重塑中国经济的相关计划 根据报道何立峰跟习近平的关系建立于1980年代 习近平在1985年担任了厦门市副市长 同一时间何立峰在厦门市政府内任职 随后随着习近平的职务变动 何立峰也一路被提拔 习近平在国家主席任期内 任命拥有金融跟经济学背景的何立峰 来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负责一带一路的倡议 之后在2017年他升任为主任 发改委掌管了中国的经济政策命脉 现任掌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刘鹤 过去也曾经担任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报导引述中共党内人士分析 如果何立峰的人士成真将会对刘鹤造成影响 可能在二十大之后从中央政治局退休 党内人士认为对习近平而言 让清醒来负责经济政策将会有助于他对中国进行改革 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更加公平且自力更生 能力更强的经济体 而且这或许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总理人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至今仍没有趋缓的趋势 美中两个大国该如何因应战事成为了国际焦点 英美皆有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 报导俄罗斯正在向中国请求军事跟经济的援助 不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彭宇 对此透过电邮回复表示 他从未听说过俄罗斯提出此类的要求 BBC中文报导指出金融时报引述消息说 莫斯科希望北京提供军事物资来用于乌克兰的战场 俄罗斯一直有对中国提出提供装备的请求 报导又说有吉祥表明 中国可能正准备要协助俄罗斯 不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彭宇表示 北京的重点是防止乌克兰战争失控 澳洲国立大学讲师宋文迪则分析 北京没有又应对俄罗斯提供实质的军事援助 认为北京一来希望维持国际环境的稳定 二来希望保护俄罗斯经济不至于崩盘 三来不希望在西方跟俄罗斯之间做出明确的选边 不希望被西方看作是俄罗斯的帮手 纽约时报也有报导引述同样的消息来源 表示俄罗斯向北京要求经济援助 来减轻制裁的影响 直到目前为止 中国一直试图在乌俄冲突当中 把自己描绘为中立国 但是并没有谴责普京的入侵行为 在准备跟中国外交政策高官杨洁篪 在罗马会谈之际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表示 美国相信北京之前知道 俄罗斯计划对于乌克兰采取军事的行动 但是不清楚详情 分析指出 俄罗斯侵略所造成的人民伤亡 恐怕已经超出了莫斯科跟北京的预期 中国必须要做出决定 需要决定他是否希望继续成为一个多元 但是基本上是文明国际秩序的一员 现在外界都在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不会给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同志 打这通电话 不过纽约时报另外一篇报道分析 尽管全世界都在看中国怎么做 但是具体来说 中国还是有钱的问题 中国必须要拿出美元替代方案 才能够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 但是中国的人民币在境外很少被使用 世界上只有3%的交易 用人民币来解算 就连中俄贸易也主要以美元跟欧元来解算 另外北京也不能够轻易地 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发生冲突 因为这样会让中国自身的金融稳定 面临到风险 而且就算中国领导人 能向俄罗斯提供为数不多的可行生命线 他们也不足以帮助俄罗斯 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金融封锁下 长久地维持 中国可以提供的帮助是有限的 有学者便指出 中国拯救不了正在崩溃的俄罗斯经济 不过中国也许可以帮助俄罗斯的经济苟延残喘 让崩溃的速度慢一点 尽管中国多次指责世界多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做法 但是批评制裁是一回事 选择与全球金融秩序背道而驰 冒下招来来对本国制裁的风险又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还有钱放在中国 报导指出 俄罗斯可以通过央行储备 政府投资 以及一项长期贷款协议 在中国迅速地筹集到约合1600多亿美元的资金 相当于俄罗斯对欧盟跟美国16个月的石油 跟天然气的销售额 这笔钱的很大一部分 差不多有1400亿美元 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来投资 剩下的部分被两国的央行的协议占用 两国的央行承诺 在紧急情况下为对方提供 价值240亿美元的短期无息贷款 CNN的专文分析就指出 中国企业跟金融机构都没有办法承受 不能够使用美元跟美国科技的后果 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经济受创也无能为力 俄罗斯尽管在经贸方面仰赖中国 但是俄罗斯并非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考量 对中国来说 俄罗斯的重要性少很多 双方之间的贸易量仅占了中国的2% 远远不如中国与欧盟跟美国的贸易量 另外也必须要考量到 中国企业跟金融机构 是否会因为与俄罗斯的企业打交道 而间接被制裁给波及 目前部分俄罗斯银行已经被逐出了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的系统 可以改为采用中国在2015年 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不过相较于SWIFT CIPS的规模小了很多 只有75家银行直接参与其中 而SWIFT的会员超过了1万1千家 人民币目前也并非自由兑换的货币 更不是国际贸易经常使用的主要货币 实际上中国也不可能完全取代 美国提供俄罗斯所需的多项关键科技 中国跟俄罗斯都需要其他的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提供的技术 有分析便指出 大多数中国金融机构跟企业 都没有办法承受 不能够使用美元跟美国科技的后果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 中国认为值得为援助俄罗斯 而违背西方国家的制裁 但是无论如何 可以肯定的是 当中国政府还在考虑 维持跟俄罗斯没有边境的友谊方面 能够走多远的时候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 人民币拯救不了俄罗斯的货币卢布 卢布正在暴跌 已经导致俄罗斯的大部分财富蒸发 俄罗斯支撑卢布的唯一方法 就是购买美元 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